大家好,我是小宇,欢迎来到冰分娱乐秀,很高兴能够在这里和大家见面 我们会每天准时给各位带来最新的娱乐资讯,冰分娱乐现在开售 从年初活力四射的青春游年儿到线下大红大紫的乘风扑浪的姐姐 今年的屏幕似乎都被女团舞承包了 本以为经历过这么多眼花缭乱的洗礼,这双眼睛已经不再为什么舞蹈所吸引了 直到在热搜上面看到Ring以及李笑丽和刘在时的雨中跳舞片段 让人看到是血脉膨胀大声计较 Ring加李笑丽加刘在时等于SSAK3 这样的组合堪穿是有生之年 尤其是38岁的Ring,一般男人到他这个年纪不油腻发福就已经很好了 可他居然还能够如此轻盈灵活,控制力度这么强 脱了衣服甚至还能够清晰可见的123456块饱满多质的腹肌 也难怪视频下方清一色的花去生了 这身材好到像假的 Ring果然就是最不适合穿衣服的男人 这次过期男星Ring终于带着他的至死魅力重新杀回来了 就算是对不混含圈的人来说 Ring也算得上是时代的眼泪了 试问浪漫满屋那会儿 上自80岁的奶奶,下自10岁的小学生 由谁会不认识Ring呢? 当然了,除了在戏剧上的大方历彩 Ring最让人印象深刻的还是他唱跳歌手的身份 在2002年以一首《坏男人》登上舞台以来 我们看到的就一直都是光芒万丈的Ring 高水准高要求下的每个舞台都成立上是行业标杆 如今的许多信任偶像依然将它视为偶像 如果说中国有李小龙,那韩国就有Ring 我想听到的就是这样的话了 为了完成这个目标 他一直付出了比常人更多倍的努力 专辑爆卖狂懒各种奖项之后 他依然像立体声一样导致训练 为了不让些人后背赶超 别人睡10个小时,他只睡5个小时 进行好莱坞拍戏,本身肌肉线条就已经很不错的他 为了贴近角色,每天都进行各种高强度的训练 8个月内就只吃鸡蛋和鸡胸肉 你只有拼命努力才能够看上去,毫不费力 这句话虽然很土,却在Ring的身上得到了印证 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在那个网络还不发达的年代 Ring绝对算得上是第一位将寒流影向世界的巨星 他不仅红到直接娶好莱坞当主角 还一连两次入选了美国时代周刊 世界最有影响力100人 在网络用户的投票中 他甚至力压、JK、罗琳等人拔的头筹 然而这样一时无二的风光无限 却随着Ring2011年的伏兵役渐落下了帷幕 在消失的那几年,韩国娱乐圈迅速崛起 各种男团女团IDOL新人被出 Ring这个名字也似乎是渐渐被人们遗忘了 可是对Ring来说,一直都在拼命奔跑的他 绝对不会就这样轻易的被现实打败的 2017年,重新回到大洲视野的Ring 带着一首被潮出圈的Gang回归到舞台 因为衣服、歌词、舞蹈过于老土诡异了 这首歌的风评并不亚于 黄晓明的闹太套和吴亦凡大碗宽面 不仅各种恶评扑面而来 还有网友发起了一日一干 模仿他的动作在这样一编导的网报声当中 作为当事人的Ring倒是看得很开 他在节目《闲着干嘛呢》当中 不仅气定神闲的听刘在时当面赌恶评 甚至还打去网友们的一日一干不够 最起码还要一日三干 甚至是毫不避讳的交理效力 留在时跳自己那被潮的动作 面对恶评吧 任意还很坦诚的表示 这些动作很搞笑 确实是事实 好就是好 不好就是不好 但因为这首歌 能够让很多人去听自己以前的歌 也没什么不好的 因为这份豁达的心态 反而扭转了大众对于他的风评 就连各种的虾条品牌 都纷纷的找上门来请他代言 韩语当中的虾条和GAN的发音是一样的 您看这就是硬 登顶的时候不洋洋自得 始终保持谦虚 不敢有丝毫松懈 就算跌到了谷底 依然能够积极面对 触底反弹 逆风翻盘 老实说 即使是当年的浪漫满屋最火的时候 我们也没有get到 Rin的颜值 小眼睛 大眼皮 肿眼炮 怎么看都不是帅哥的标配 可人生啊 永远都是大型打脸现场 看着如今卷土重来的Rin 心中只剩下两个字 嗯 真香 本来就不胖的Rin 最近为了S.S.A.K.3 她和李肖利游在世 组成的限定组合 狂减20斤肉 反而比年轻的时候更具少年感了 脸上的肉瘦眉之后 一下子都变成了全校女神 渴望而不可及的白月光 她的眼睛还是不大 但黑白分明 亮晶晶的 好像是总有一股水气 总而透露出一种温柔 而又真诚的气质 少年感是中年男明星的防腐剂 这句话被Rin完美诠释了 更加让人惊喜的是 除了可贵的少年气 你也能够在她的身上 看到属于成熟男人独特的魅力 坏山一身帅气西装 就是霸道总裁 既视感 身高185 身材硕长的Rin 俨然就是一个行走的衣将 不管是帅气休闲装 还是明亮的糖果色 都被她穿出了自己的风格 当然了 作为最不适合穿衣服的男人 我们还是更爱她脱光的模样 我不是 我没有哦 对于男人性感这件事 没有人比Rin更有话语权了 而她跳起舞来的样子 更是直接在无数少女的心头 放起了烟花 大跳性感舞蹈后 羞涩的对着镜头摸头 然后鸣嘴笑 让人不知不觉 就露出了一目像 这哪是38四的大叔 明明就是可可的弟弟嘛 真是好想Rin 看看什么才叫做真正的 亚洲舞王哥哥 Chin Rain Omi 都知道Rin亚洲舞王的称号 不是浪得虚名的 可是相对于另外一位 时间管理大师 她深情专一的一面 更是让人好感爆棚 身处灯红酒绿的娱乐圈 又是有着一定地位的巨星 Rin信奉的可不是什么 万花从中过 遍夜不战身 在爱情方面 Rin一直是有着自己的坚持的 2011年的一次广告拍摄中 29色的Rin 遇见了比自己大两岁的 韩国女神代表 金泰熙 很俗套的故事开头 她们一见钟情了 彼时她们都已经是 功成名就的超级巨星 在最好的年纪相遇 俊男美女的爱情故事 总是格外有看头 两人刚好互生好感的时候 Rin就入伍了 可是对于这份刚萌芽的感情 她们却始终是 小心翼翼的呵护着 见不到面 就通过书信网来维持关系 而Rin还曾经 因为太想念金泰熙 偷偷跑出来约会 而被点名批评过 距离并没有让她们见行见远 反而让两颗心紧紧的靠在一起 2012年9月份 确认关系之后 她们在2013年元旦被派后 向公众承认了这段恋爱关系 要知道这个是她们两人入行以来 10年第一次公开恋情 此后的故事 当然就只剩下了甜了 作为忙碌的超级大明星 她们约定不管在哪 方不方便 每周都要见上一面 烤肉店 江边 街边的咖啡馆 到处都留下了她们爱的印记 一方有拍摄工作 那么另外一方就飞过去探班 娱乐圈 情侣总是避免不了 聚少离多的无疾而终 到了她们这里 都变得不再是问题 于是在5年恋爱长跑后 她们终于决定 携手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相较于国内许多明星 情侣 绅士浩大的世纪婚礼 这一对男神女神的婚礼 简直就是简陋 任意的西装本来就是有的 婚纱也是金太希自己设计的 俩人不仅没有拍婚纱照 就连婚礼地点 也是临时通知的首尔某教堂 过程更是只有两家父母 和几个朋友参与 而整个婚礼的花费 竟然只用了1.2万人民币 你以为是孕不够重视金太希吗 她反而是爱她爱到了骨子里 不仅尊重她 只想要一个简单温馨的小婚礼的愿望 还专门写了一首告白曲 最好的礼物 她是我最好的礼物 都说喝音才是检验男人的细金石 如愿娶到女神的瑞 眼里始终只有金太希一个人 韩国曾经有一个羡慕金太希的话题 那时候瑞的好友 盛世浩在节目当中给她打电话 表示自己很闲 并诱惑她去夜店玩 结果瑞连犹豫都没有 直接回答说 那就在家睡一觉吧 沈世浩不愿放弃 可是瑞连坚持回绝说 我们都老了 就好好在家里睡觉吧 已经不像20年前了 无奈的沈世浩又马上表示 自己打算和老婆分居 结果电话那一头头 瑞连直接就指责起了好友说 不要再说这种不像话的事情了 因为有了你 我愿意放弃外面的整片森林 比起那些不知欺美 忍不住偷心的出轨男 有言有才有身材的瑞 却只愿为这老婆打转 在机场发现老婆没跟上 立刻停住伸手去牵 老婆说话的时候 她也会目不转间的盯着她看 生怕她下一秒就从身边溜走一样 自从遇见她 她的眼里就再也用不下第二个人 即使过去了九年 她依然爱她如初 如果欣赏一个人 始于言之 忠于才华 限于人品 那么瑞连绝对就是那个 逐语称得上偶像的人 有人喜欢她超强的舞台魅力 有人欣赏她对爱情的专一 但瑞连真正让人折腹的 是她从骨子里对女性的尊敬 08年北京奥运会闭幕式的时候 作为表演嘉宾的她发现同台的韩雪的果胸裙 差点走光了 立刻一个走位上前搭住了王力宏的肩膀 为她遮挡起了一个屏障 好让她整理一群 黄色裙子为韩雪 白色马甲就为孕 前段时间 她和金泰西不仅对二人名下了大厦的租户 减免一半的租金 已度过疫情 同时还向自己首支广告的代言费 全额捐赠给了因为新冠肺炎 陷入到困境的女性的弱势群体 这样关注女性弱势群体的举纵 在男权社会的韩国实属难得 美丽的皮囊千篇一律 最终能复活人心的始终是人格魅力 任意能复活这么多女性粉丝的芳心 也不难奇怪了 即使38岁 依然还像16年前浪漫满屋里的大明星 李英仔一样 清澈单纯 不忘初心 这样的男人就该让她再火一次 吃瓜不停 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的话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